长发女子一走进法式专柜还先瞄了一眼 确认贵姐忙着招呼客人 接着走到最里面 假装拿起一个发夹 摸一下快速放回去 下一秒往旁边伸手抓起了一个发夹 马上放进左手心 用手机压住做遮掩 接着飘移在旁边 趁着贵姐在跟客人做介绍 默默地离开贵位 全程不到20秒就偷走了一个发夹 贵姐一直到弯上收店盘点时 才发现商品短缺 调阅监视器才知道早切了 实现地点就在台中新光三月三楼 某高级定制法式专柜 传法女子在端午廉价第一天 下午三点半左右 趁着贵姐忙碌 偷走一个六公分大小价值 两千三百块的发夹 贵姐事后也把画面PO上网 请大家帮忙认证 白货公司到处都是电眼 小偷还敢光顾 不管多喜欢也不能用偷搭 最随的还是贵姐 如果东西找不回来 可能还得负担遭窃商品的损失 TVH新闻量 我和卢卫星台中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